南加帕萨迪娜市立学院将在2月27号举办春季研讨会 除了帮助大家了解高等教育体制之外 也将会整理出家长们最关心学生在大学时所需要的花费 帕萨迪娜市立学院亚太义顾问委员会主办的春季研讨会 预计将在2月27号上午9点举行 研讨会内容除了让家长了解高等教育系统 以便帮助自己的子女以外 也将针对大学学备做整理报告 PCC与一般四年制大学的花费 在升学方面如何从社区学院升上四年制的大学 以及介绍为学生提供的各项支援服务 PCC大概下个礼拜六就有一个活动 是专门针对给我们亚瑞的孩子跟家长 那这个活动basically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变成我们PCC的一个家园 那重点就是我们PCC是传加州第一个社区大学 传美国第二的社区大学 我相信如果你们下个礼拜来 带着家里的家长还有高校的学生过来 你可以知道我们怎么用一个Pathway Program 就是guarantee如果你在这个Program里面 你可以选科 然后我们希望在最快的时间 帮你送找到四年的大学去 校长费丁介绍帕萨迪娜社区学院的优势 除了特别照顾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外 只要符合加州政府规定的标准 不但可以豁免学费 而且发给书籍费和交通费 另外每年帕萨迪娜学院毕业生转入 加州大学UCC系统的人数 在社区学院当中排名第二 赴学士转入加州州立大学 CSU排名第一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